台湾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 据台主计总处最新调查显示 2022年岛内60岁以上高龄就业者达103.1万人 占整体就业人数近一成 据台湾工商时报2月27号报道 统计显示台湾65岁以上老年人口 今年1月已超过410万人 占比达17.6% 台湾地区发展规划主管机构去年预计 2025年台湾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20% 迈入超高龄社会 从就业态势来看 2010年岛内60岁以上就业者突破50万人 12年后这个数字已经翻倍 以老龄化社会最严重的日本为对照 日本总务省2021年统计显示 65岁以上就业人口为909万人 占总就业人口的14% 岛内服务业吸纳了大部分中老年人就业 以2021年数据为例 仅服务业就有超过50万人 其中批发零售业因行业规模大 中老年就业者数量也最多 达17.5万人